第七题 定温下将某物质6公克加入50公克的水中 充分搅拌后上有一公克沉淀 请问此被溶溢的溶解度为何 题目告诉我们我们有50公克的水 我们放了6公克的某物质 但是有一公克没有溶解 所以他只溶解了5公克 我们看到50公克溶解了5公克 表示100克的水会溶解了10公克 因此第七题问我们说 请问此被溶溶的溶解度为何 我们答案选的是C 100公克的水可以溶解10公克